吴启龙与马舒雅相识于萧十一郎剧组 之后二人彼此欣赏并成为好朋友 后来日久生情成为恋人 在恋爱的第五个年头 吴启龙与马舒雅决定结婚 婚后二人也是和和美美 不断地撒狗粮 但是好日子没有多久 这段婚姻还没有维持到三年 就以离婚而收场 而且在之前还没有离婚的时候 马舒雅就已经被记者拍到与外籍男友同居 2008年8月 吴启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更是心直口快地说 结婚两年睡了不到五次 而马舒雅也曾被曝出婚内出轨刘凯威 并且两人同居 不过刘凯威迅速否认 称跟马舒雅只是好朋友 根本没有同居过 如今吴启龙和刘诗诗 是娱乐圈幸福无比的夫妻 而马舒雅也重新找到了新年的归属 与罗伯特相知相恋 携手走进婚姻殿堂 马舒雅的养老公罗伯特 是某游戏软件公司的CEO 身价至少10亿美元 至今马舒雅与罗伯特 在飞机上一见钟情 之后马舒雅让朋友帮忙打电话 才追上了这位杨扑哨 罗伯特还特意为此 揪掉了自己的发妻 2010年 马舒雅与杨老公美国人 罗伯特高调结婚 婚后的马舒雅 为了丈夫的事业 心甘情愿选择了隐退 一边照顾家人 一边传宗接待 孕育了一儿一女 两个混血儿颜值很高 也是非常的招人喜欢 特别是外籍老公 更是帅气而多精 一家四口也是这样